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回到King Sir接觸的时间 这几集都是继续接恐龙 接完恐龙蛋和蛇颈龙之后 今次这个作品就夸张了 我想可能是类似这些节目之中最难的一个作品 也是我自己在镜头做的一个最难的作品 这个就是剑龙 其实以前节目做过一次剑龙的那只是简单的 这一只算是其中一只复杂的 它就有十个剑板 尾巴那里还有四只角 如果剑龙来说尾巴没有四只角 就不算是剑龙了 这只非常之复杂 但是都是一张纸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这个就真的非常难 大家慢慢看慢慢学习来做 我们首先做对角线 有些预接的线条要接 两条追角线 好了 接着有两条对接的线 好,然後我們反轉它,有橫色的面向上 然後兩個角落頭,左和右兩個角落頭接去中間的位置 一樣,每一條線要刮到很實的 還有要對到很準的,尤其是這些複雜的作品來說 好,反轉它,然後接去中間,將那條線 兩邊都是 好,然後兩邊角落頭再接去中間 好,打開它,然後未接那兩邊,我們都一樣做同樣的事 好,這些都是如接的線,打開它,然後再做一次如接的線,就是這兩邊的線就接去中間 好,對正的中間線 好似好接很多格子的,確實是接很多格子 好,打開,又是,未接那兩邊,又是接去中間 好,這些最簡單的接法就不用多作說明了 好,這個有個名叫門,兩邊開門 好,然後我們就開始正式接了,首先,這樣接了,然後一樣 掩著兩邊就做了一個接紙最鮮的步驟 好,已經很多線了,小心被它影響了 好,一個這樣正方形,然後我們可以這樣看,就將這個頂 就跟回這條線,就套進去,我們叫它尋,升瓶 我們可以稍微打開張紙,然後就將它跟回四個角落頭 跟回四個線,然後就套進去,可以做得很整齊的,其實這種步驟 好,只要一開始那條痕是夠直,夠靚的話就OK了,一定可以直得很整齊 好,多人可能很怕做這個步驟,其實不用怕 好,這樣,中間就很整齊地套進去 好,然後兩邊塞進去中間,打開這個位置就跟回線可以了 好,接去中間,兩邊都是,好,然後底這個位置 底這個位置又是接去中間,好,這邊我們做同一樣的東西 好,如果去到這裏沒問題的話,我們可以繼續下 繼續下,變成一個小的正方形了,好,沒問題的,我們繼續下,這裏就開始難了 好,首先這個角落頭接進去,留意是四個角落頭都要這樣做,大家要留意這個步驟 好,因為很厚,所以要接實一點,然後這條線就接上來 對,下來,下來按上去,兩邊做好之後,留意,我們剛剛先斜線到這兩個位置就有個點 我們這三個月要這樣接上去 這兩個點就碰到環線 記住這兩個點就碰到環線 然後我們四邊都要這樣做 四個角落都要這樣做 就是做劍龍劍板 這個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接法 難的位置就在一陣子裡出現 我們就接好這四個角落先 由於要重複做劍板 所以接劍龍會花一些時間 其實看這個節目最好是一路看著跟著來接就會好一些 否則就這樣看一來你一定不會學得懂 只看的話你不跟著接 二來就這樣看不接的話你會覺得好悶 應該不會看得完 那這邊也是 記住每一個位因為已經很厚到這裏 每一個位都是要刮緊它來接 對正了位置之後就要刮緊它 務求那個痕是透到四層都是那麼清晰的 那麼硬正的 否則你又不可能接下去 我們就要做一個比較細微的步驟 我們就把剛才的斜線接上去 然後同一時間就捏紮這個劍板的位置 糟在它有那麼多塊劍板 所以我們就要重複做所有位置 好了 好了 那這裏有個接痕其實應該是二的 那麼就捏紮那個位置就看大家的喜好 有些人就喜歡劍板就比較幼一點 有些人就喜歡比較闊一點 那麼無論你想怎樣也好 你都要刮緊它 因為一會兒那個步驟 就要將這個劍板紮的位置 就要接進去來整 接進去來整 那就是一個難度很高的步驟 完成了那麼多塊都接了這個步驟之後 那麼多塊都接了這個步驟之後 那麼多塊都接了這個步驟之後 看到它幼了 但是就未完 我們就將它擦開 去到這位如果一些初學者可能會覺得很氣餒 就是整天要這樣接完之後又要鬆開 但是接得多的人已經習慣了 好了然後真正的難關就來了 那麼我們就要打開這個角落頭位 打開這個角落頭位 將它升旗 升下去再升上來 一個兩級的升旗 首先不要這麼心急 我們就捏回正方形的接痕 然後再將裡面那一級的正方形的接痕 又是捏回上來 我們要小心整理到它可以很整齊 很完美地做到這個升旗 好了 看到不看到 看到不看到 就是這樣進去了 就是這樣進去了 四邊都是一樣的 這樣進去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四個角落頭都要做這件事 很充分的機會讓大家練習這個步驟 好了 我逐個角落都要這樣做 我不用講解這麼多 大家看著怎麼做 捏回那四條直線 你只要剛才做得這個線夠深刻的話 其實就不難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刮得夠不夠實 當然了 你捏那四條直線的同時 都要每個正方形的斜線 那個對角線都要捏得漂亮 由於我做慣了這個動作 其實我自己做的話就會很快 還有其實跟著接痕 就不用做一個新的接痕 所以大家只要小心一些 還有做得整齊一些 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cookies 然後自然的接痕 就不用做它 四個做完了 然後這個要較近一點鏡頭 然後這個步驟就像剛才所說要接右的劍板 怎樣令它很立體的做到四個都一樣 我們由上面看 這個是其中三角形其中一條線其中一頁 我們將它抬上來 在中間這個位置 攝開這個位置就抬上來 然後我們就照剛才的步驟 屈回這個位置在後面 於是劍板就會砸了 當然做了面這層之後 下面那個仍然是三角形 我們下面那層也要做 於是這個步驟就是一二三四十六次要做 正面左右全部角落都要做 每一個角落要做四次 所以就有十六次 我們就慢慢做 所以這個劍龍就麻煩在這個位置 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抬起這個 然後就照剛才我們接的步驟 將它接細的劍板 因為你剛才已經有個接狠 所以理論上就不是很難 主要就花大家的耐性 我們就接十六次真的要傻傻地 這個步驟大家不用停定這樣做 你和我都一樣要這樣做 當然接過這個步驟的時候 就注意劍板的形狀底面要一樣 所以要把插頭上都放得來 所以要希望我也要保持在這裏 這樣做這個步驟就這麼漂亮 所以要把插頭,不用每一段時間 把插頭再換掉 這個步驟就是 這個步驟的 好 好了,最後一個角落頭 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樣到這個步驟都未放棄 我們可以繼續下去,首先我們做頭和尾 這個位置我們打開它,捏住這個其中一個腳,這樣摺上來 當然底和面是一樣的,入面是做一個reverse flow 當然我們跟回摺痕做就行,不用做一個新的摺痕 兩邊都一樣,一邊就是頭,一邊就是尾巴 好了,現在是這樣,其實很工整 好了,然後手指摺在這個位置,把斜線對回中間位 兩邊都放,然後反轉它,又是這樣做 好,一邊是尾,一邊是頭,其實兩邊的摺法在這個位置是一樣的 好,現在是大概這樣的形狀 好,這個位置我們就接尖它,接尖它兩個角落 很多時候,這些摺紙因為要對稱的問題,所以同一個步驟 都是要接兩次,甚至兩次以上 這樣真的很考大家的耐性和毅力 好,這個步驟就好像前後左右摺四次了 每個角落對尖它 好,前後左右摺四次了,然後一邊是尾巴一邊是頭 其實無所謂,哪邊是尾巴哪邊是頭也可以,如果是尾巴那邊 我們先摺尾巴那邊,就把這個白色的三角形摺下去,摺下去 就摺進去中間,我們看這邊,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分一半摺進去中間 打開面的頭一頁,就把這個頂這個壓扁去,中線就對回底的線 打開面,調轉來看會好些 剛好就是分了一半, 分了一半,大概是這樣,那邊也一樣,這個就是用來做尾巴 尾巴上面的四隻角,所以就會分了幾層 分了幾層 然後這個位置其實不是很大難度,就是把它摺上摺下 再摺上摺下一個三次的回線,就把它摺成一個尖角的形狀 摺上摺下,再跟著這條線摺上 然後最後一次,最後一次再用這個尖冬配接尖尖它,然後就完成一 route 我們將這四層都摺好了 它就會出現劍龍的尾巴連四隻角 這個步驟也是一些考慮耐性的步驟 就頗有趣因為這個摺法很多時候都被用在 譬如你摺一些人物它有五隻手指的話 很多時候兩邊就各有一個位置 大家就摺它就變成五隻手指 兩隻手各有五隻手指 最後一個 摺下 摺上 再摺下 摺尖它就有這個角 當然這個位置摺得好不好 就是看技術 大概是這樣 一會兒我們才把角落出來 接著就摺頭部 頭部一開始我們就是這樣看 這次摺下來的時候就不要去到盡 不要去到盡 這個要留一點位置 當然其實一樣是中間線對正中間線的 但我們就特意留一點白色位置 做劍龍的眼睛的部分 按平 然後就把這個位置摺下來 摺下來的時候注意這個位置不是去到最尖的位置 留一點點 這樣 我們拉近了 反轉它 照剛才摺下來的位置 就對稱平衡 然後這個位置摺上來 摺過來 這樣 我們看到它的眼睛 這邊當然是這樣 留意它對稱的效果 然後做嘴巴就是這個角拉下來 然後它拉下來的時候會升起 按緊它 接著我們就用這個角落頭做一個圖子椅 摺上來 然後這一邊打開 這個就摺過去 好了 然後就把這兩個斜線同時摺 然後這條線就摺到中間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打開它 然後在這個位置看 兩邊都要摺到剛才的摺痕 然後就形成左右一樣的形狀 這個都是一個很細微的步驟 然後我們就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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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像紫殼一樣的樣子 我們就不要用中間那條線 少少摺上來 少少摺上來 就包住這個位置 然後可以 這個咀角這個位置 就卡在眼睛那塊紫的下底 就剛剛卡住它 微微打開它 就形成它的口 兩邊都是 卡住它 好了 頭部接到這裡 跟著 這個可能是一個叫做 這個劍龍裡面最難理解的一個部份 最難理解的部份 先擺正 留心看著 如果接到這裡 你都接到了 如果這個部位你是理解不了 那就非常可惜 我整理一下少少的口的形狀 所以大家留心看著 我也不希望大家接到這裡 而放棄 擺正這個位置 主要目的就是要將那個劍板錯開 我們就要 移動中間的位置 看著我的手指 移動中間的位置 正面來說就是 移動到這個角落頭就在這兩個角落頭中間 看著中間的手指位 這樣移動 這樣移動 大家移位移到這個角落頭就在兩邊角落頭中間 剛剛好中間的位置 下移動中間的情況下 這樣就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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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揭開後就會見到 這個恐龍頭的位和尾的位都是揭起了 我們就拿這條新的線 拿一對這條新的線壓下去 這個完全是一個新的線 因為剛才退了位 所以才有新的一條接線 按緊它 然後反轉它 看到尾就是 尾就是退歪了 又是找到新的一條線壓平它 這個步驟就算完了 這個位置自然就會拉了一個位置出來 然後我們就見到劍龍 這個角就錯開了 很漂亮 留意那個方向 留意那個方向 是這一邊 是這一邊 我們做那個腳線 這樣 接上來 接上來 因為兩邊是不同的 兩邊是不同的 所以尾那邊 接線大家要留意 是這樣的樣子 如果這樣是不對的 接不到的 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要預計那個腳的位置 這個角落頭 這樣接下來 標準在哪裡 這個角落頭要碰住 這條中間線就剛剛碰到這個橫線 是的 這樣的位置 這樣的位置 然後我們打開這個 這條線做多次 我們用這個角落頭做支點 這條中間線碰到下面的打橫線 打橫線不是落的那條 這樣有這個線 然後我們就這樣接下來 這樣接下來 那用哪個位置 這兩邊位置有個小的三角形 那個斜線我們就用這兩個點 那條橫線要穿過這兩個點 這樣 這樣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是用這個位置來做的 但是後面那個要遷就 因為兩邊已經不一樣 我們就打開這個位 打開這個位 然後是很複雜的 這個 轉轉後面 我們這一頁紙 就剛剛好覆蓋著 剛剛好對回那個 剛剛先後面那個位 這個位 就是對回著 很難表達 因為左右確實是完全不同 現在是不對稱的一個形狀 左右 前跟後是不同的 所以要遷就位要一樣 這個見到兩邊是一樣 現在我們弄回 然後我們做剛才這個位置 接下來 去這邊 又是要對回它那個位 要對回它那個位 對回後面那張紙的位 完全要照 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正式整個腳 這樣一塊長方形已經可以整個腳 我們拿回這條線 拿回這條線 移一下 這樣移下來 對於能夠接到這一步的朋友 這個步驟是完全不難的 完全 這個一樣 拿回這條線 移下來 有幾個有幾重難關 這個劍龍 反轉它 反轉它 又是 這一個 拿回這條線 好了 前腳就不同了 前腳就不同了 因為它這個位去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位會拉住 這個位會拉住 跟其他部分的構成是不同的 於是我們又要做一個特別的步驟 遷就它 這樣的時候 同一時間要將這一頁揭開 很複雜的 這條線 就碰到剛才的骨 然後照之前的底邊的腳 就回覆下去 好了 完全不同了 好 這樣 然後後面這個部分 簡單地 我們就要弄右它 這個位要弄上去 我們可以揭起這隻腳 揭起這隻腳 然後接右它 底層接右它 然後這個位置就去到中間線這裡 放下來 兩邊一樣 其實四邊一樣 然後反轉 其實四邊一樣 這個前腳雖然不同了形狀 但是都是這樣做法 這一邊後腳沒有問題 這個腹部這樣沾了 然後我們打開它 就將這個位置摺上去 摺上去 然後就將底的兩個位置拉上來 兩邊都一樣 反轉它又是這樣 揭開這個位置 將這個尖尖跟兩邊角摺上去 然後就將這個位置拉上來 兩邊都一樣 這樣再看回 腳長了 腹部就退了上去 接右腳 簡單地 只要將腳 就這樣反到後面就可以了 就這樣摺到後面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花巧 兩邊都一樣 就這樣摺到後面就可以了 不複雜的摺法 最簡單直接 後面 後腳先 後腳都有點不同了 面那層摺到後面 就會拉動到後面的葉子 其實按平的位就可以了 前腳我們有個辦法令到它和其他三隻腳是一樣的 就是將這一頁反到後面 可能要拉開一點點紙 將它跟回剛才的摺痕反到後面 好神奇地竟然可以變到四隻腳一樣 剛才明明是不同的 這個摺子的神奇之處 好現在其實四隻腳是一樣的 四隻腳是一樣的 我們就將四隻腳開始摺 首先前腳屈上去 兩隻前腳因為我們要對方的位置是一樣的 這裡有個我自己摺了很多次之後的一個秘訣 這樣前腳屈上去然後就好像上次說那些摺孔腳 將它再屈上來 我有個秘訣就是 因為前腳屈上去的角度要屈一些大一些 為甚麼呢 因為劍龍的尾巴是比較長 如果要正常的方式四隻腳是一樣長的話 它就站不住了 於是前腳要長一些 前腳要短一些做到 這樣就隔起了 於是它就可以四隻腳站 否則你怎樣弄它都站不穩 尾巴會長 後面又是後腳又是 但後腳的摺法就是要將它拉長一些 又是屈上去之後再移回 前腳要直的 前腳要曲的 後腳要直一點的角度 攀直一點 少許技巧 前腳要曲前一點 後腳要攀直一點 當然你要後腳兩隻腳要對稱 前腳又是兩隻腳要對稱 這樣 接著就做腳板 腳板大家上次做過 屈後屈前 如果劍龍去到這裏 你都繼續跟到的話 這個腳板這個位置對你來說是沒有難度的 但是站不站得穩 當然就講這個技巧 還有摺完之後 你還可以調教腳板的位置 到了這裏 差不多承認了 我們再做一些細尾的部份 首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本來是這樣 我們就反一反它 跟回摺痕 這樣 這樣 把前面的東西進去 然後有少許複雜 這個摺下來 我們做多一塊劍板 用這個位置 摺下來 然後再摺到後面 斜斜地地摺到後面 又多一塊劍板 後面也是 其實是大同小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又是 揭開它 將這個東西反到後面 這樣 然後將它摺下來的同時 再斜斜地摺到後面 兩層的 於是乎 這個接近尾部的部位又多一個劍板 然後我們就反轉它 這個尾部位 因為左右不對稱 有些位置是這邊有那邊沒有 這個部位就摺上來 移一格上來 移一格上來 然後這個角落頭就摺少少在後面 又多一個劍板 又多一個劍板 接著 零轉面這邊 這個角落頭位 這個角落頭位 就 摺著手去中間 將它 按上來壓平 這個又是一個劍板 然後我們做頭的位 這個頸來講就太粗壯了 我們就要摺右它 那怎樣摺呢 在上面來看 我們將頭部這個位打開 摺進去再摺出來 就可以拿這個位置拿盡一點 還有留意這個摺右再摺出來 就要小心不要摺爛它 因為這個位已經去到這裡 可能很厚 大家小心一點 頸的位 好了 大概這樣 然後就把它夾起來 有個一出一入的位 然後 就把頭部兩邊 這樣摺這樣摺 在頭殼頂摺 小的頸 還有摺小的頭 那就真是 漂亮了 就不是頭那麼大 好了 這樣了 最後的小小步驟 剩下 這個位置 例如說這個位置 我們就 面那一頁 就將它這個位 摺到這個位 摺進去 露出後面的劍板 後面這裏 後面這裏 又是 將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摺在後面 又是露出那個劍板 那個位置 好 去到這裏 如果去到這裏沒問題 差不多完結了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剛才說 劍龍的尾部 那四隻角就竖起它 這個都是一個 好像紫殼的嘴 其實 去到這裏 接到 我都不用再加 那麼多說明 這個步驟 就勾起那四隻角 就看大家做得好不好 好了 好了 勾起了四隻角 就將它 射出來 就有些威脅性 好了 基本上這個劍龍 就接好了 就看大家的形態的問題 他有個小小的缺點 弄到那麼複雜的劍龍 他有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 他的背脊 是 打開 打開 可能大家要壓平他 又或者 在背脊的位置 點一點膠水 貼神 就會比較美觀一些 其實摺紙 其實摺紙通常不用膠水 不用割剪 但是很多情況之下 為了他美觀一些東西 或者用來拍照的時候擺造型好些 我們都不介意用膠水 做一做他的造型 整一整他的造型 我們今天就整完劍龍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這個節目最複雜的一個作品 但是未必永遠都是最複雜的 下一次我們接一個易手龍 易手龍可能比這個更加複雜 為甚麼 因為我們的易手龍是兩隻手兩隻腳都有三隻爪凸出來的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